你知道世界上最烧钱的武器装备是哪一款吗 你见过一分钟烧掉2000万的武器吗 你知道一发就需要25亿的武器是什么吗 在现代的战争中 武器的威力实在是超出人类的想象 一颗炮弹甚至可以摧毁一座城池 同样在如此卓越的威力下 现代战争武器也十分的烧钱 最昂贵的弹药一发价值好几亿 这样的武器你见过吗 今天俗人带领大家盘点世界上最烧钱的十种武器 喜欢这类视频的朋友长按点赞三秒 给俗人一个霸气的鼓励吧 第十种穿山甲 我们知道穿山甲的弹道口径在20毫米以上 经过炮管发射的穿山甲威力巨大 可以产生十分强悍的爆破效果 一发穿山甲的价格在几百元到几千元之间 我们就拿我国的辽宁号为例 辽宁号采用的是最新型的1130进卫炮 它拥有十根炮管均装备着乌心穿甲弹 这种炸弹在命中目标后会以极其快速的速度炸裂 使用中心的乌弹头依然拥有强大的动力动能效果 能够达到穿甲的效果 1130进卫炮的射速极快 并且乌心穿甲弹的发射非常稳定 可以达到一分钟一万发以上的炮弹发射速度 你知道吗 一枚乌心穿甲弹的价值大约在2000元 仅仅一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烧掉2000万人民币 第九种 榴弹炮 榴弹炮是一种短管炮弯曲弹道的野战武器 榴弹炮一般分为牵引式榴弹炮和自行式榴弹炮两种形式 它是非常适合携带和移动的一款武器装备 适用用于对于地面目标的打击 基本上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的炮兵现在这个阶段 主要装备的榴弹炮都是105毫米 122毫米 155毫米 对于我国来说 我国陆军使用率最高的是155口径的榴弹炮 它的对地打击目标威力巨大 实心的钢筋混凝土在它面前根本不够看的 对于隐秘的目标可以起到很好的打击效果 能够轻松的移拼一座小山山头 除了不同反响的威力 同样它的价格不菲 一枚榴弹炮的价格在3000到5000美元之间 你认为这样的榴弹炮价位如何呢 第八种 加特林 要说在战场上最烧钱的武器是什么 当属子弹无疑了 虽然单颗子弹的价格并不十分昂贵 但是它仍然是最烧钱的武器 只因为它是战场上使用最多的一种武器 没有之一 我们以火力最为密集的加特林步枪为例 加特林步枪作为是机枪领域中绝对力量的存在 威力十分的强大 火力非常的密集 加特林步枪平均6个枪头 一个枪头每分钟可以打出1000发子弹左右 6个枪头可以打出6000发 我们按照一颗子弹最便宜10块钱计算 加特林在10分钟之内就要烧掉60万 这60万还只是一把加特林子弹的价格 如果上百个加特林一起作战 那将会烧掉多少钱呢 第七种 中距离导弹 中距离导弹的射程可以达到100多公里 我国的霹雳15空空导弹就是中距离导弹中的典型 这是一种带有推进器的导弹 它可以精确的锁定和击毁目标 霹雳15采用的是气动式布局 拥有较大的雷达主动探测距离效果 还具备较强的抗干扰能力 最远射程能够达到150公里 这样的射程已经超越国外很多最先进的空空导弹 同样它的威力也是十分巨大的 这样也导致了它的动力系统价格高昂 同样它对燃油的消耗能力也是十分的巨大 霹雳15空空导弹造价在100到200万 你以为这样的价格很高 但是早在80年代 美国就已经制造出了战斧巡航导弹 仅仅一颗就花费780万 它的威力巨大 可以轻松摧毁一座楼 第六种 鱼雷 这是一款只能在水下使用的武器 相比较其他导弹 它的性能适用性有点低 一般鱼雷会被装配在战舰或者是潜艇上 虽然鱼雷是一款只能在水下使用的武器 但是在海上作战中 鱼雷的作用是十分强大的 它的性能十分的优越 具有命中率高 抗干扰能力强 爆炸威力十分巨大的特点 除此之外 它还具备隐蔽的性能 在海上作战使用范围广泛 是海军主要的武器 鱼雷分为三个组成部分 雷头部分 雷身部分 雷尾部分 其中雷头还有探测与定位装置 能够装载爆炸物 雷身是控制装置 可以储存能量 也可以控制鱼雷的飞行轨迹 而雷尾主要是控制器 它可以让鱼雷保持稳定的飞行速度 研制鱼雷的难度很大 而且造价很高 一颗MK48新型鱼雷的造价 在大概3000万以上 第五种 洲际导弹 洲际导弹的综合实力射程 大于8000公里 它是远程弹导弹 我国东风系列的洲际导弹 搭载10枚核弹头 可达14000公里的射程 作为我国战略武器中的主要力量 它拥有着十分恐怖的发射速度 在仅仅半个小时之内 这款导弹 可以打击世界上任何一个目标 而且 它是一款搭载在越野车上的导弹 也就是说 它具有一定的越野能力 可以不受发射场地的限制 你知道吗 东风洲际导弹 仅仅是一颗不包含核弹头大小的 推进导弹 就需要3.6亿 由于洲际导弹 携带的核弹头 含有很多特殊材料 比如油 布 等非常昂贵的核材料 因此发射一次 最少需要烧掉20亿 如此昂贵的武器 普通工人需要多少年 才能发射一次呢 第四种 火箭炮 火箭炮是一款以火箭发动机 作为推动力 使导弹发射的一种武器 火箭炮 相对于榴弹炮来说 已经不算是便宜的了 现在122毫米的火箭炮 已经卖到几万人民币 而我国的志士 03式火箭炮 更是卖到70万 美军使用的M270火箭炮 也需要9.5万美元一枚 这样一看 这哪是武器呀 这是吞金兽吧 然而相对于陆地炮来说 海军们使用的火箭弹 还要贵上很多 最贵的 要是朱姆乌尔特号上的 155毫米的箭炮了 他使用的火箭炮 原来一颗就需要5万美元 不过自从美军 将朱姆乌尔特的订单 削减到三艘之后 他所用的炮弹 直接上涨到80美元一颗 这个价格 可以直接购买几十颗 其他类型的火箭炮了 美军直户用不起 第三种 航空炸弹 航空炸弹通常需要 搭配轰炸机或战斗机进行投放 根据航空炸弹的种类不同 重量的不同 航空炸弹的造价也不同 以美军经常使用的 GOB12型航空炸弹为例 它的造价在2.2万美金 通常单价轰炸机 一次性就携带数百枚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 美军曾经在一天中 出动了1000余架轰炸机 美军在伊拉克的上空 投下了约3000枚航空炸弹 如果这3000枚 都是GOB12型航空炸弹 那么美军当天 在航空炸弹的消耗上 就达到了6000多万美金 由于航空炸弹 不需要发动机 它的整体弹体 几乎全部都是由火药构成 这也是航空炸弹 有着无与伦比威力的原因 同时它也具备一定的性价比 这样烧钱的武器 你怎么看 第二种 坦克炮 世界上最烧钱的坦克炮 就是法国的勒克莱尔 这款坦克 号称是世界上设备最先进 信息化水平最高的 主战型坦克炮 从创作初期 它就以大量的尖端科技 闻名于世 它采用了自主研发的 120炮弹系统之后 还为它配备了自动装弹机 这让它的火力系统 在坦克当中一记绝尘 当然这款坦克不光是性能先进 价格更加的先进 根据官方报价 这款坦克的造价 就超过了上千万美元 加上它炮弹后期的维护 这就是一辆吞金兽 而且在战场上 坦克的消耗量是非常巨大的 开这样的坦克出去 一旦受到损耗 普通的国家就是修也修不起 所以目前为止 除了法国自己之外 也只有比较富裕的沙特等国家 在使用这款坦克 第一种 轰炸机 世界上最烧钱的轰炸机 就是美国的F-22 这款号称是世界上最强大 最先进的一款重型隐身战斗机 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战斗机 先不说它的研发成本 它光是采购的成本 就高达1.5亿美元 制造成本更是高达3.5亿美元 这款轰炸机 在不作战的情况下 飞行一小时的成本 高达40万美元 而且它还是一款隐身战斗机 所以除了正常的燃油支出外 它全身隐身涂层的保养花费 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有记录显示 它的涂层保养就花费6000万美元 就问你烧不烧钱 当然 如此烧钱的战斗机 当然战斗能力也是十分卓越的 它配备的武器 一颗导弹的价值 就超过上亿元 这样在整体价值上 又提升了好几个档次 已经不能用吞金兽来形容它了 你们还知道哪些烧钱的武器装备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